SBL超级篮球联赛的传统禁旅 蒲原建筑篮球队和陶芸市政府正式签约 宣布师傅和蒲原队冠名合作 共同出之为发展篮球运动来努力 未来新一季的SBL超级篮球联赛 则将会首度移往中央大学内开打 希望属地球队能够借此带动篮球的风潮 街头一人将自转的篮球 放在SBL球员戴维斯手上 一个不注意球就倒到地上 虽然有点糗 但是还是逗得台下观众十分开心 SBL超级篮球联赛球队蒲原建筑篮球队 在今天和陶芸市政府签约 成为了陶芸的属地篮球队 其实我一年为说在外交上面一直蛮辛苦 但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嘛 外交辛苦只有靠运动文化 去推动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公司在将近十年的光景 一直是很用力很用力在这一块 那也希望说替台湾人可以做一些事情 坦白说啦 因为我们现在是困定做点事 那能够交盟到桃园 我个人事实上是非常幸福 现场还来着大批学生们组成的拉拉队 为台上球员们加要打气 一看到喜欢的球员上台 拉拉队们也合着起的喊呼 展现充足的活力 市场张文燦也在场 接受蒲原队执政的球衣和篮球 这次蒲原篮球队正式冠名 改为桃园蒲原队 那这是强强相加 那以后就是桃园挺蒲原 那我们比赛的场地是在中原大学 那我们也会推展各级学校的篮球运动 事实上目前桃园所举办的三对三篮球赛 那每次都超过将近三千队 那么有超过一万人参加 那我们各地的篮球场也非常的健全 那我们希望篮球运动能够更普及 桃园建筑篮球队最早名为麦当劳篮球队 经历了三十年的岁月 前后和不同的县市企业冠名合作 也曾经在第九季到第十二季 SBL超级篮球联赛 有罗斯联罢 如今和市府冠名合作后 新一季的赛事将于11月12号 在中原大学正式开赛 相信能够借此带动桃园市的篮球充气 好,我先认为桃园市府才能报道